兄弟们大家好 最近的话这个小怪兽 很多人买回去 然后跟我说 从私信里面客服里面问我这个描具 如何使用 描具是怎么用的 然后呢这期视频的话 主要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描具 它是怎么用的 首先的话你右手握弓 你需要把描具擦到右边 你左手握弓的话 那你就把描具擦到左边就行 这个描具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上下可以调节的 上下可调的 上面的话是一个小十字 下面的话是一个光纤 然后背面的话 这三个点是让你打远距离 给你带了一个参考 然后上面这两个描具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这两个小十字的话 可以有效的皮筋拉开之后 可以有效的校正好你的手型 你如果说手型前倾了 后仰了 向前了向后了 在这一个十字上 你可以明显能看得见 先看十字 然后再对准光纤 你可以用十字 去作为你的第一秒点 或者说用光纤 去作为你的第一秒点 这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个的话 仅限于三十米左右 你的秒点在蹭头的上侧 如果说你要打超远距离的话 那么你后手不动的情况下 你肯定要去抬高前手 来提升你的弹道 比如说这个距离比较远 比如打个比方说的就已经三十米了 你后手不动的情况下 你拿前面这两个描点去描的话 那么弹道肯定是偏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调动你的前手 需要把你的弹弓往上抬 这个时候 前面两个描具用不到了 你可以就用到下面这几个描具 来进行相对应的一个调节 如果说距离还不够的话 描具还可以往下 还可以往下 往下之后 就这样调节 一定要记住描具的使用方法 打高 打高了 你把你的描具调高 打低了 把描具调低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高多少 低多少 然后来判断 这一款的话 就是一个小怪兽 每天晚上七点钟 准时直播 直播间里面 咱们性情秒杀 直播间 等你 感谢观看